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这两个周末 其实我在美国波士顿 不是湾仔波士顿 而是美国波士顿 在参加一个会议 当然现在说在美国波士顿 当然不是人 真的去到 都是遥距的 疫情等等种种的关系 去了又要隔离很久 回来又要隔离很久 又不知怎样 就没有人身自由 所以都是遥距参加 其实有些遗憾的 因为波士顿是我很久很久以前 曾经在读过书的地方 我怀念这个地方 很久没有回去 应该说 很久没有去 又在那里 其实这么多年来 都有一些挺好的朋友 又很想念他们 但是始终是 没有办法成行 连个会议都 全部是 网上举行 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参加过的一间教会 他们就举办了一个社会责任会议 我过去呢 就是 就是负责其中一位的 其中一位的 主要的讲员 那样 上个周末呢 就已经做了一场的分享 以及讲了这个 主日崇拜的港道 那 那 那两次呢 两场呢 都是要讲华语 就是国语 就是普通话 就是 就是 认识我 香港以外的朋友 就是 台湾 大陆 等等 的朋友 都知道 我的话语 我自问 都算说得 是不错的 其实 不过呢 可能因为 很久没有说的 很久没有认真地说话语 就 相当紧张 在那两场里面 那 就 不至于 就是说吃光了 螺丝 但是总之 他人就很紧张了 那 那来着这个周末呢 就还有一场呢 是要讲英文的 那 我熟悉我的朋友 也都知道 我也都不太认 我讲英文 都算是 不错的 都OK的 但是呢 也都来着 我也很紧张 有一场英文的 的座谈 对谈 那 anyway呢 就 今天呢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我上一个主日的时候 星期日呢 那个主日崇拜里面 我的 港道 的 压谣 内容的要点 想今晚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呢 那个 港道的题目呢 就是 情虐众生 就是说上帝呢 和 众生之间 有一个 的 那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那我也是 用这个 香港的 现在 近这两年 就是 社会上 某一些人 是很关注的 这个明日大禹 就是所谓 东大禹的 大型田海计划 作为一个的 引子 作为一个的 例子 就是这个 明日大禹呢 是一个 从任何角度来看 都是一个 野心 非常庞大的 计划 就是 无论你支持明日大禹 或者反对呢 双方都是振振有钱的 而这双方 就是 贊成 和反对 两方面呢 都是 其实正好 就反映了 我们 人呢 人类呢 对于 这个世界 对于 这个地球的 一切的东西 的两种 截然不同的态度 有一种态度 就认为 是大自然的世界呢 它有它本身的面貌 就认为人呢 人类应该尽量少去介入 尽量少去干预 因为大自然呢 总有它自己的规律 大自然里面的众生 也都有它自己的生存的方式 和应该有它自己的生存的空间 人类呢 要做的事呢 就是去珍惜它 好好地保护它 而不是呢 夹眼地走进去 拿走它 拿它们呢 作为自己的资源呢 来使用 或者享用 因为这样呢 叫做 巧取豪夺 但另外一种的 态度呢 就不同了 就是因为大自然呢 是人类生存的资源 这个 就是 就是大自然里面一切 包括水啊 土地啊 山林啊 各样的生物都好 都是为人类服务的 他们认为是 是要来供应给人类所需的 在表面看来呢 这种这样的看法呢 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因为呢 我们一切所需 讲真 归根究底 真是确实是来自大自然的 但是 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将这一切都看成 止不过 要留意这个止不过 是止不过 是供应我们自己需要的一种的资源 所谓resource 或者resource 这样我们就是将他们 看成为工具 是没有理会到他们本身的价值 和存在的意义 在那里 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 这个就等于是将上主所创造的世界 和世界上面的一切 都看成是为我们而服务的工具 甚至是帮我们赚钱的生财工具 很明显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上帝的心意 是吧 但人类似乎是忘记了 甚至连基督徒都好像是忘记了 世界上各种的生物都跟我们一样 是同一个创造者的作品 而且创造者也都跟他们 其他生物都有一个弱 就好像他跟我们人类有一个弱 或者可能我们其实不是忘记了 只不过我们从来没有理会 从来我们是忽略了 甚至是故意忽略这个事实 基督徒都知道神和人之间有一道 所谓彩虹之药 就是这个创世记里面所记述的 创世记第九章所说的那段所记述的那个药 就是研究希伯来圣经 即是旧约圣经的学者 一般都称这个药为 罗亚之药 Noveic Covenant 即是 Covenant of Noah 罗亚的药 但当我们每一次想到 这个罗亚之药 或者彩虹之药的时候 往往我们只是看到其中的一面 而忽略了任何的其他东西 我们经常以为彩虹之药 罗亚之药 就是神和人之间立药 就没有注意到 其实神不只是和人立药 神是和众生 即是所有的生物 是一起立药的 在创世记第六章 在罗亚进入方舟之前 上帝就对罗亚说 在第六章第十七到二十一节 上帝对罗亚说 看下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 毁灭天下 凡有生命气息的血肉自驱 地上的一切都要灭亡 但是我要与你立药 你和你的儿子 妻子和媳妇 都要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的动物 每样一对 一功一武 你要大尽方舟 好跟你一起保存生命 飞鸟各种其类 生畜各种其类 地上的爬行动物各种其类 每样一对 都要到你那里 好保存生命 你要拿各样可吃的食物 储存在你那里 作你和他们的良食 在创世纪第六章这个位置上主是表明他的拯救 不单是为人类而设 亦都是为其他的动物而设 就好像他拯救罗亚一家一样 他亦都吩咐罗亚 将动物的代表 各种其类 动物的代表 是带入方舟 就好像我今天这幅背景的图画 这幅 by the way 是1570年 好像是1570年 这个 Simon DeMille 所画的一幅 就是罗亚的动物进入方舟 从方舟出来 应该是 这幅画 就是 上帝在《创世纪》第六章 就说 他吩咐罗亚把动物的代表 带入方舟 而且 还有要为他们预备足够的食物 动物进入方舟 不是在方舟里面要做人类 辅助人类的工具 更加不是要做人类的食物 不是叫罗亚带动物进去 等你不够吃的时候 可以搅着吃 没有这回事 而是要带食物去给动物吃 带什么食物去给动物吃 当时来说 全部都是植物 是蔬果 动物进入去做什么 是要享受上帝的拯救 就好像罗亚一家一样 小朋友在教会讀主 学 看动画 看图书 听圣经故事 都知道上帝是叫罗亚把动物 带入去方舟 不过一般情况之下 我们都会停留在 觉得动物进入方舟 很可爱 很可愛 就没注意到 其实这里是讲什么 其实这里是讲上帝的拯救恩典 那個拯救的恩典不僅是讓人對我們獨享 而是同時給予其他的生物、其他的動物 然後去到立約 當洪水退了之後 上帝和眾生立約 在創世紀第九章第八節打後 上帝對羅亞和他一起的兒子說 看啊我要與你和你們後裔立我的藥 包括和你們一起所有的生物 就是非鳥、生畜、地上一切的酒壽 凡從荒舟出來的地上一切的生物 我與你們立我的藥 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滅絕 也不再有洪水毀滅者、毀壞者的地上帝說 這是我與你們 以及和你們一起的一切生物所立之永藥的記號 直到萬代 那個記號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使雲遮地的時候 會有彩虹出現在雲中 所以我們經常叫這個彩虹之藥 就是我就紀念我與你們 以及各樣有血肉生命之物所立的藥 不再有洪水泛濫去毀滅一切有血肉的了 彩虹出現在雲中我看見了 就要紀念上帝在地上一切有血肉的生命所立的永藥 最後第17節 上帝對羅雅說 這就是我與地上一切有血肉的立藥的記號 就是講的彩虹 經文在這裡明明白白地說 上帝不但與人類立藥 亦都與各樣的生畜 酒壽、非鳥是立藥 這裡的用字 立藥的用字 反反覆覆的用字是一樣的 意思是相同的 平平實實 很簡單地告訴我們 上帝與眾生立藥 包括了人類和其他的生物 而絕對不僅是與人類立藥 但是人類 其實實在自視太高了 我們根本沒有看清楚 亦都沒有聽清楚 就認定上帝立藥 一定是與我們人類立藥 從來我們很多人都沒有理會到 原來上帝是同時 是同時 不是分別 同時與萬物眾生一起立藥 我在這裡用一個比喻說 就情況就好像什麼呢 好像一個包租公或者包租婆 總之一個屋主、一個業主 就與我的一家 和我家裡所有貓、貓、狗、狗、豬、牛、羊、鴨、婆 一起 就有一個協議 定立了一個協議 而就說將這間屋租給我們一起住 說好了一起住 那間房就即是大家都有份一起享用 一起住一起生活 但是沒多久之後 我的腦就出現了問題 可能是腦退化 可能是有什麼病 我要切了腦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 總之反正我就記錯了 我不記錯了 記錯了 以為業主和我的協議 只是和我一個人定立而已 於是我就不再將其他成員放在眼裡 然後我就當自己是一間屋的主人 經常都說 這間屋是給我住的 那當然是以我為主 不是什麼 一切都是以我為先 你們要住沒問題 是可以的 但是都要看我先 那個優先當然是在我那裡 你們住得不習慣 那你們就走 你們走開了 那間屋沒事 你會回來的 有些人就是這樣說的 但是從《創世記》這裡的敘述來看 人和其他物種 不單在被造的身份上 是沒有分別的 這個被造的身份 就是《創世記》一開始 從第一、二章那裡所說的 大家 人類和其他生物 都是受造之物 而且是同一個創造者 所創造出來的作品 就是其他的生物 不是一個 差一點的神 一些差一點的神 造他們出來的 Lesser God 所謂的次神 不是這樣 是同一個神 如果根據我們的聖經所說 大家那個被造的身份 是一樣的 是完全相等、完全一致的 還有就是在這裡 第九章給我們看到 連這個立約的身份上 原來都是一致的 上主在同一次 同一時間 和所有受造的眾生 一起立這個約 而且 上帝和所有受造眾生立約的時候 亦都令到眾生之間 其實無形中 有了一道約的關係 這個約 是不同的 不要以為上帝和我們一簽約 沒有這樣的事情 是 這個分別 如果大家不明白 我將來有機會再去解釋 意思是什麼呢 我這裡說 眾生之間 因為上帝和人類和眾生 一起立了這個約 人類和眾生之間 其實亦都是有一個 約的關係 有了這個立約的關係 透過上帝 有了這個約的關係 在裡面 這個約 就是我將我們和萬物和眾生 僅僅地扣連在一起 命運是相連的 所以我們全部 人類和其他的生物 在這個家園 在這個地球上面 我們是一群的命運共同體 我們是 假如我們以為上帝只是和我們人類立約 而且只是拯救人類 那是不是我們太自我忠心了一些呢 就是我們以為上帝的眼中只有我沒有他 這個只不過是我們一廂情願的幻想而已 就是這個人類的FF 我今天用這個題目 人類的FF Final Fantasy 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幻想 我們以為上帝只是拯救我們 我們正是和我們立約 其實說明就不是 上帝所創造的 是整個的世界 他所關愛的 也是整個他所做出來的世界 他所拯救的 也是整個的世界 我們人類 只不過是這個世界裡面其中一份子 也是他要拯救的其中一個對象 不是唯一的對象 OK 但是很不幸 在現實的生活裡面 人總是常常都搞錯了 我們將自己的位置看得太高太重要 於是我們的世界 我們整個社會 我們就將人的利益 人的方便 人的享受 就是我們自己 就是我們自己的利益 我們自己的方便和享受 就放在最高的位置 放在一個priority position OK 就是凡事呢 我們就是講求自己的好處 而很少 就是很少會去理會到 那些別的受造之物 其他的被造出來的生物 他們的好處 於是我們整個世界 我們的經濟活動 我們的飲食習慣 飲食的文化 我們的社會組織 怎樣組織我們一個社會 我們的交通 我們的居住 我們的消限生活 全部都是強調人的需要 甚至是人類的慾望 按照這樣的價值觀 難怪在大嶼山西面的海域的 中華白海豚 大嶼山東面 遲早被人填海填了去的 東面的水域裡面 各種的生物 甚至是大嶼山的島裡面的一些 全球罕見的生物 樹蛙等等 在人類的好處 所謂人類的好處面前 實在太過微不足道 在那些可能 有機會會帶到來的 經濟利益面前 更加是微不足道 就是龐大的經濟利益 巨大的權力的慾望面前 所有其他的生命 全部都是可以犧牲的 說真的 連包括其他人的 某些人的生命 都可以被犧牲 何況那些非人類的其他的生命呢 非常之不幸的是 這種以人類為本位 以人類為中心的價值觀念 以經濟發展 提高競爭能力為主導的價值觀 在基督徒中間 同樣都是這麼普遍 同樣是主導著我們的思維 因為大部分的教會 在大部分的時候 其實都很缺乏 這一方面的教導和思考 實踐更加不好說了 很多信徒其實都會認為 關懷生態等於所謂的環保問題 這些都會留給那些環保分子去關心 而且很多人都會說 基督徒都會說環保是好的 我想現在在這個世界上 很少人會說環保不好 這個是極少數人才會這樣說 環保是好的 是重要的 但是 這個有一個但是 但是有很多實際的困難 我們做人是需要實際一點 要現實一點 就不要太極端 凡事 方且 這個是一個大亮點 對於基督徒來說 方且 環保和信仰的核心 沒有直接關係 各位 如果你認真地看待我們剛剛讀過的 彩虹之藥 這個羅亞之藥 你真正明白上帝和眾生之間所立的藥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怎麼可能不去重新思考這一切 怎麼可以說這些東西和信仰沒有關係 沒有直接關係呢 我們要忠於上帝和我們和眾生之間那份的約定 守護上帝所創造的 和他在創造的時候 看為美好的 是好的 這個世界 我們要守護這個是好的的世界 這個根本 就是基督信仰很核心的一部分 即是願上主是聯運眾生 也都聯運我們 叫我們知道要及時悔改回轉 他明白我們在他創造的世界裡的位置 這樣我們才會知道怎樣去做人 怎樣去行事為人 不會看得自己太高 要借用回聖經裡邊保羅用的字眼 就不會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願上帝聯運眾生也都聯運我們 願上主與眾生同在 與眾人同在 慈悲這個世界有平安 我們下個星期再談 你好 我是時代論壇社長任志強 假如你認同我們時代論壇 在這幾年所努力的方向 又期待我們能夠更加有效地 回應時代的轉變的話 懇請你紀念我們當前的財政 和未來轉型的需要 並且以實際的行動 來回應我們這個籌募經費的呼籲 你的捐款可以直接透過銀行過戶給我們 或者是透過FPS轉數快 或者是PayMe都可以 如果你需要收據的話 請你在你捐款過戶的短訊裡 留下你的全名和聯絡方法就可以了 願真光照耀代代平安 多謝你